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黄河边 对于广东家事公司的青年劳工 要求组建工会的举动 我其实没有特别的关注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在中国的当下 这种近似天方夜谭式的努力 常常会在一夜之间 这些要求组建工会的人员 都会在正常的工作场所消失 迎接他们不是拘留所 就是一直被解雇的指令 那么引起我特别关注这件事情的是 因为今天早晨 我偶尔间看到了一位 广东中山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沈梦宇在替他那些公有维权的现场 面对着那些警察 用近似身泪俱下的方式的那些 铿锋有力的语言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社会 难道真的就没有男儿了吗 让一个鲜弱的女子 走到了整个运动的最前沿 那么这个引起了我非常的好奇 这位沈梦宇同学 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后来我上网了解了一下 沈梦宇是中山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她学的是计算机和计算机以及数学 那么在三年前 这位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 她没有变成白领 反而是来到了一个叫日红的一个鸡店公司 在流水线上开始了她考察 今天工人现状的她的所有的体验 这是一个非常有理想 也非常关注社会底层民众命运的 这么一个可以说是非常有报复 有想法的一个青年的毕业生 她来到了这个日红的这个公司之后 她发现今天的工人在那么艰险的 可以说是非常的没有任何保障的 她的那个劳动的环境当中进行了她们的劳作 而且这个公司她的这个各种 对劳工的这种福利的这种抠客 以及呢在其他诸多方面 对劳工的这种掠夺和剥削 到了完全不能让人容忍的地步 而且整个公司里面比如说粉尘 噪音等等完全不达标 工人们戴着那个完全没有任何过滤 对于独位的那种啊那种这个功能的那个口罩 而且呢有的甚至是连一次性的这种口罩也没有戴 长期的劳作造成了工人的这种鼻炎支气管炎 听力下降啊各种各样的病症 病发 在这种情况下面资方完全不闻不顾 而且呢甚至对那些孕妇也没有切实的任何的保障 导致呢一些育龄的妇女呢早产或者流产 那么工人的一些在心经方面的客扣 也到了一种丧心病狂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面工人就派这位沈梦宇 作为他们的谈判的代表和资方进行协商 但是呢这家公司的工会 竟然对沈梦宇进行无情的打压 而且这个资方还用一直解雇的这种命令 要这个沈梦宇离开这个公司等于就是下了逐客令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沈梦宇没有屈服 那么当家事公司要求组建工会的时候呢 他又义无反顾地站到了维护工人合法权益的最先最前的那个现场 沈梦宇同学的那些话 他面对的那些警察没有确诺 他身后的那些员工没有确诺 他的警察说 如果我们今天不来维护我们的公道 那么我们就再也没有办法维护公道了 我们为什么要来维护我们的公道 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公道 而且他说 帮助那些被捕的那些工友就是帮助他们自己 终有一天他们身上的命运会降临到我们自己的身上 沈梦宇的这些话真的让我们听来可以说是热泪盈眶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对今天当下中国的命运已经是非常的灰心了 我们甚至都没有那样的兴趣去了解今天中国社会发生的那么多的欺压百姓的这种现象了 沈梦宇的话经行了我们这些男儿 我们真的是感到惭愧 在最需要我们站出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刚刚走出校园只有三年的这么一个女子 在为我们的公友呐喊 在为我们社会的公道呐喊 那么同样让我感动的还有另外一个人 那就是北京大学的一位学生 这位学生呢 其实他让我特别感动的是 在我们都认为今天的学子受了他们上一辈父辈的影响 已经对社会已经周围发生的那些和他们无关的和他们的利益不相干的事情 已经完全没有兴趣的当下 这位叫月星的女孩 她是北京大学学外语的一名学生 她站了起来 勇敢地去维护工人的权利 要知道今天在中国做这样的举动意味着什么 作为一个学生 作为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学生 她极有可能被校方被官方打入令策 但是这位女性 这位勇敢的女学生 她没有被吓到 她发表了北京大学 关于声援这些家事公司的这些要求组建工会的这些人员的一份公开信 她在信中说 伟大的时代孕育了伟大的阶级 伟大的阶级推动着时代的变革 时光的斗转星移 以无数次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真理 从五四运动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 工人阶级的身影活跃在每一次接力斗争的前沿 时至今日 工人阶级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重要的关头 重生自己反抗压迫剥削 争取民主自由 向往社会主义的不缺的决心和坚强的意志 尽管在月星这位同学这份公开信上 她洋溢着今天可以说是毛左的一些精神的一些痕迹 但是这没有关系 我们更看到了一种反抗的勇气在里面 这恰恰是这一代年轻人所最稀缺的东西 我们还欣喜地看到 北京大学有数十位学子 勇敢地在这份公开信上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他们的这种举动 让那些长了胡子的 让那些总以为自己完事不公 总以为自己和这个社会结合得那么游刃有余的 那些老模 老模升算的人们 他们也许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汗颜了 你们不如这样的一个女子 你们不如这样的一个学生 所以这两位青年学子的行动 可以说是深深地感动了我们这些海外的这些中国人 那么另外还有一位 就是旅居英国的一位艺术家 他的名字叫春阳牡丹 他呢因为在YouTube的视频上面 有他的专门的频道 前几天 因为毒乃 这个毒疫苗的事件呢 他和他自己的这个家人 在老家的家人呢 做了一个沟通 他跟他的外甥通了电话 这外甥呢也是三娟齐口 他和他的哥哥通电话 他的哥哥呢也是欲言欲致 而且呢还提醒他说 你要担心啊 别我们的电话被中国大陆的警方给窃听去了呀 那么这位英国的这位女子呢 在视频当中讲述这段故事的时候 说到动情处是潸然泪下 他说你们都怕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这些海外的中国人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来帮你们呢 如果你们连自己的权益都默不关心 那还指望什么呢 指望谁能拯救你们呢 所以听了这位英国的这个女性 就是这位英国的艺术家 她因为移民英国应该已经很多年了 我听完了她的那一番哭诉 我自己也是可以说是感同身受 十四亿中国人的命运 需要十四亿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作为海外的中国人 我们所做的非常非常的有限 就在我和这位移民英国多年的女子 可以说是情感共鸣的时候 就在我可以说是完全对当下的中国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失望的时候 我不经意中听到了 这位沈梦渝同学的这一番 慷慨激昂的演说 这样也燃起了我对中国未来希望的一种 可以说是欣欣的这种亮光 因为我从这些女子身上 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不屈的精神 唯一让我感到非常惭愧的是 她不是一位男子 而是一位女性 并不是说女性就完全可以在整个 任何的这种维护自己权益 或者追求民主自由的这种抗争当中 需要排在男性的后面 不是的 但是呢按照我们一般的场景 都是由男士先走在最前面 但是今天呢可以说是真是担心天下啊 没有男儿了 所以呢才会让这些女性走在了最前面 不过我们从沈孟宇 我们从北京大学的这位学子身上 我们真的是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 同时呢我们也觉得任何来维护自己权益的抗争的这种斗争 都需要大家共同的参与 一个人倒下了千万个人站起来 那么今天听说家事公司的那些要求组建工会的那些工友 还被关在警察局的看守所里 沈孟宇同学她的处境究竟怎么样 我还非常非常的担忧 但是我相信在沈孟宇之后 在北京大学学生生源团之后 会有更多的人会勇敢地站起来 因为今天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们维护他们的权益 那明天受到这种损害的就是我们自己 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